来人呢 快来人 你在干什么 怎么 有事瞒着朕 陛下难道没有事瞒着臣妾吗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朕要废除中共 为什么这么看着朕 太后不会同意 她答应了 不可能 朕告诉太后 朕要废除中共只有一个原因 胡适不以为后 皇上 皇后不只是朕的一个妻子 她更肩负着母仪天下的重任 天下没有谁 天生就会做皇后的 皇后娘娘初登奉位 朕废除中共你不应该高兴才是 怎么 你也跟那群迂腐的臣子一样来反对朕 若陛下现在废除中共 天下所有人都会指责您的过错 臣妾不愿陛下在史书中留下薄姓之名 你不是担心自己挨骂 反倒替朕担忧起来了 可惜 已经晚了 臣妾不是在同您开玩笑 以前 起来 子歼 你要信朕 朕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必有朕的道理 娘娘 您的身子可肩不起这么折腾 好歹用点吧 这鸭肉嚼饵味道鲜美又不油腻 您瞧 要不您试试这翡翠虾斗 虾仁上铺了火腿蟹 清香爽口得很呢 这可是阴 大臣们还跪在那儿吗 娘娘 贵妃娘娘 太后有请 我也是 你要赶紧 那我曾来玩 我还想要继续 还真好 现在我也想要 还认识了 我梦子 同学 你不想要 我还是认识了 他们的小秘书 还不太多 还能不能赴 是皇后保喜 今儿一早 皇后就把她送到了清宁宫 还有册封皇后用的遗杖和礼器 都在这儿了 自你入宫第一日 就在盼着这一天吧 现在 你如愿以偿呢 孙贵妃 你竟敢如此直视太后 你这是大不敬 我早料到了 太后是否以为 天下间一切的事 都在您的预料之中 我还能够以为 章家当年挑中了我 想送我入宫 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从太宗皇帝的手上 接过了奉陪 孙贵妃 后来皇太孙迎娶新妇 你们张家 依旧不愿意放弃 我这颗培育了多年的棋子 所以我还是入宫了 那又如何 我盼着有朝一日 成为大明的上师 可是您又是怎么做的 我对待皇后 甚至比侍奉陛下还要诚心 只是为了得到后位吗 明明就差最后一步 就差最后一步 现在您还问我高兴吗 好啊 那今日 就让您亲眼一观吧 来人呢 快来人 快去叫人呢 来人 走水了 走水了 快拿水来 快来人 太后 慌什么 我要证明给您看看 是您错 竟敢悖逆致辞 你怎么不问啊 皇帝容不容忍 我容不容忍 天容不容忍 太后 赵 太后 快离开这儿吧 太后 去禀报皇上 让他自个儿来看看 是 母后 这是 还不是你那位爱妃干的好事 你还笑得出来 母后 您之前不是总不信 如今亲眼瞧见了 他若觊觎后卫 又怎会当着您的面 将侧礼皇后的仪仗给烧了 皇帝 他要的不是后卫 可他真正想得到的 可比这后卫还要珍贵 比后卫还要珍贵 莫非 他想当武则天 他要的是人心 他真正想战胜的 岂止是祖宗的家法 告诉你爸 就他这份野心 可远胜过宫里的每一个女人 若他当真为了登凤位不择手段 那他 就不是朕看上的资金了 你去护着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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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送母后 这败家女人哪 差点把朕的宫殿都给烧好了 元琪 将这些烧毁的铜细拿去容了 煮香炉 好